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火雨夜闯入一桩 阎芒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宋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十分发达 因此造就了很多富家一方的商人 很多山区贫苦人家的孩子因为缺少耕地 因此从小就跟着乡里乡亲来到江南地区打拼 江南城里里甲就是从小从外里来江南讨生活的 他老家在大山之中 几分贫瘠的耕地根本养不活一家人 来到江南之前 他穿的衣服不是补丁就是破洞 实在是没了法子 父母才忍痛让他来外面闯荡 十岁出头 他就跟着村里的亲戚来到了江南 在一家饭馆里坐起了门童 离家所在的这家饭馆在整个江南都是树的上名号的 来这里吃饭的都是达官贵人 社会名流 一般的小商小贩有几个钱也来不了这里 离家 我要一间上等的雅间 这天天气暖和 来吃饭的人特别多 别说雅间了 楼下大厅的桌子都挤满了客人 跑堂的伙计都忙不过来 客官 今天课满了 雅间都定出去了 您要是愿意等 楼下还有位置 离家刚来不久 只记得掌柜的说 不能得罪这里的客人 陷了谁都要说客气话 吉祥话 所以离家也一样画葫芦 对这位客人笑脸相迎 啪的一声 这人一巴掌打在离家脸上 十岁的离家 哪里惊得住这一巴掌 往后退了几步 直接一屁股坐倒在台阶上 脸上露出了一个红手印 你小子也敢勾眼看人地 男子说话十分蛮横 掌顾的听到外面吵闹 赶紧迎了出来 看看出了什么事情 一看是这位爷 赶紧弯腰赔不适 脸上的笑容都能堆出褶子来 掌柜的将男子迎了进去 好酒好菜地伺候着 其他伙计这才赶上前 将坐倒在地上的离家扶了起来 来得早的伙计告诉离家 这位少爷可惹不起 此人叫孙伯连 他家在江南地区可是数一数二的富户 伙计们也不知道具体的底细 只听说他们家世代经营药材生意 在全国很多府县都有药材铺 就连皇宫大内的药材 都是他们家进贡的 年幼的离家虽然委屈 但也知道这样的大爷 不光自己惹不起 就连饭馆的老板也得罪不起他 怪不得刚刚掌柜的那副谄媚的模样 来饭馆这么久 他还没献过掌柜的 对谁如此点头哈腰果 可惜人无千日好 华无百日红 也就七八年的功夫 孙家就一步步的败了 要说原因 主要就是孙家到了孙伯连这一辈 都是些只会吃喝玩乐的顽劣之徒 莫人懂得经营生意 这样下去怎能不败 出去出去 你还以为你是当年的孙家大少爷呀 这天孙伯连穿着破衣懒衫的 想进饭馆讨口吃的 他心想凭借这么多年和掌柜的关系 怎么也能赏口圣饭给自己 可是没想到往日低头哈腰的掌柜的 今天却怒恋相想 直接让伙计们将他赶了出来 扔在了大街上 直到天黑都默认搭理 饭馆打烊以后 黎甲准备回家去 这些年从门童变成伙计 在座的今天的二掌柜 一步步都不容易 好在天道酬勤 他在城里也有了个简陋的小房子 好歹是站住了脚 黎甲刚出门 就看到孙伯连还躺在大街上 当年他打自己的那一巴掌 到现在还记得 黎甲心里痛快 也该你这种人吃吃苦了 然后迈着步子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可是没走几步 黎甲就有些不忍心 这要是不管他 这大冬天的破衣烂山 睡在大街上 岂不得冻死了 想想他家从破败到现在 不过一年光景 如今就成了这一般模样 像自己当年 穿得还不如他呢 可怜啊 想到这里 黎甲走了回去 将恶晕的孙伯连带回了家中 烧好热水 给他泡浇暖身子 再热了些剩饭给他 这才让孙伯连缓了过来 小兄弟 想不到居然是你救了我 孙伯连也还记得 当年打黎甲一巴掌的事情 毕竟在这城里 莫人敢那样和他说话 因此记忆犹新 这些年每次来饭馆 都不忘捉弄黎甲一番 可到如今 最恨自己的人 反而救了他的命 往日那些卑躬屈膝的人 如今却不忘踩自己两脚 黎甲心地善良 收留了无处可去的孙伯连 每天还从饭馆 带些剩菜剩饭给他吃 黎甲老弟 你的大恩大德 我没吃难忘 只可惜 我现在身无分文 只有这一粒丹药 今天就送给你 这天孙伯连要离开子弟 临行前 给了黎甲一粒丹药 说是能解世间歧毒 孙伯连说完就离开了 黎甲看着这黑过隆冬的丹药 也没当回事 心想 这东西要真有用 他何不拿去换钱 也不用落魄到 在自己这里白吃白喝半年多 于是他随手就把丹药 塞进了一件衣服的口袋里 日子久了 丹药的事情也就彻底忘记了 孙伯连在城里也没再出现过 有人说他饿死了 说书的人还把它变成了故事 城里的人还特别爱听这段 当初这些人可莫稍挨孙伯连的欺负 如今他有这般下场 听着也解气 李甲偶尔也听听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这家饭馆的二掌柜的了 挣的钱也多了 除了一部分寄回家 剩下的钱也够他去消遣了 这天李甲正在忙活饭馆里的事情 就见一个伙计慌慌忙忙跑了进来 后面还跟着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 李甲 你嫁出事了 伙计和李甲是同乡 又是一起来的饭馆 这天他出去采买猪肉 就看见一个小男孩在街上大哭 他很好奇 就跑过去看 没成想这孩子自己认识 没错 这孩子就是李甲的弟弟 原来李甲母亲生病了 村里的大父知不好 万般无奈 只能打发年幼的弟弟 来城里寻找李甲 可是这孩子只来过一次 进了城就迷了方向 找不到哥哥 一时心急就大哭了起来 李甲听说家里有事 赶忙向老板告假 然后带着弟弟 匆匆忙忙回到了老家 好在回来的急事 从县李请来大父 瞧过之后 已经没事了 又在家中照顾几日后 李甲便独自返回城里 毕竟这一大家子 就指望自己养活着 照顾父母的重担 就交给弟弟妹妹们了 回家这么久 李甲担心饭馆的事 毕竟城里竞争激烈 你离开几日 可能就有其他人 顶替了你的位置 到那时候 自己挣不了钱 一大家子谁来养活 想到这里 李甲十分心急 想着能快点赶回去 到了天黑 也不肯注点休息 非要超进到回城 小路本就十分难走 没想到半路上 还下起了大雨 李甲举着油纸伞 艰难前行 看来得找个地方避避雨才行 说了也巧 路边有个房子 这临间小路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房子 房外大门上挂着两盏灯笼 隐隐约约的灯光 能看清牌匾上有两个大字 李甲凑近仔细看 牌匾上的字 把他吓了一大跳 一撞 虽说自己不做亏心事 但是露宿在停放棺材的一桩 总归是有些害怕 尤其是这风雨交加的大晚上 如果不住在这里 这么大的雨 自己又能去哪里 想到这些 李甲就后悔 没有在镇上住下来 但是没办法 也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了 找到一个角落 铺了些干草 李甲就将就着躺下了 兴许是太累了 磨一会儿李甲就睡住了 可毕竟是住在乙庄 半夜里李甲居然做起了噩梦 梦里那些妖魔鬼怪 对自己露出邪魅的笑 不时还有惨叫声 这是只见一个阎王爷模样的男子 一把抓住李甲 来得早不如来得瞧 你来得正是时候 她就是你的新娘了 梦里李甲 看着长相下人的新娘 直接大声喊了出来 正是这一生 也把正在做梦的自己惊惊 李甲揉揉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切 笑出了声音 原来都是心理恐惧 才做的噩梦 这时外面的雨也停了 天也有些蒙蒙亮了 这个时候赶路 估计不到午饭时间 就能回饭馆 说走就走 李甲起身出发 刚要出门时 就听见背后有微微响声 那声音似乎是敲击木板发出来的 李甲越想越害怕 吓得撒腿就跑 可刚走末几步 他心里就泛起了嘀咕 昨天夜里睡在那都没事 难不成天都快亮了 还能有啥 想到这李甲放慢了步子 这次回家 给母亲请大夫治病 晚上闲来无事时 大夫说出了一桩奇闻 有护人家的老爷 生病过世 家人以为老爷撒手人寰了 莫承想最后只是假死 只是古代没有修课的概念罢了 莫不成刚刚也是这样 抱着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的心态 李甲壮着胆子又回去了 仔细分辨声音的来源 然后撬开 灌溉 里面躺着一个满脸病容的女子 看衣着应该是一个大小姐 李甲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去 果然还有气息 怎么办 也不知道他家在哪 更不知道这荒山野岭 去哪里能请到大夫 李甲十分着急 只恨自己不回医术 要是孙伯连在身边就好了 他家世代经营药材 说不定有什么林丹妙药也不一定 想到孙伯连 李甲忽然脑子里一闪 之前他给过自己一粒丹药 说是能解世间歧毒 当时自己也莫在意 只当是玩笑 这次李甲母亲重病 情急之下 他又想起来了 心想着带回家 兴许能起到作用 好在母亲问题不大 也没用上这颗丹药 李甲翻遍了身上的行李 终于在一个衣袋里找到了 也不管有不有用了 直接给姑娘服下去 一个时辰以后 姑娘果然有了些起色 脸上也从煞白变得红晕起来 气息也逐渐平稳了 李甲赶紧去外面小河沟里 接了一点水 为姑娘喝下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女子知道是李甲救了自己 赶紧道谢 原来姑娘叫张笑笑 是江南大户人家的独生女 昨天中午吃完饭以后 就呕吐不止 随后就卧床不起 等父亲着急忙慌地请来大夫 张笑笑就已经快不行了 那时他只能听到大夫叹息的声音 张老爷 喂食已晚 老朽也是无礼回天 准备后事吧 大夫说完以后 他就不省人事了 后面的事情 张笑笑自然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家人喂食魔着鸡忙慌地 将他抬到这里 要知道自己可是父亲独女 就算离世了 他也一定不舍 这魔快就将自己抬走 休闲了半赏 张笑笑已经能站起来走路了 李甲献他也是要回城里 正好顺路 于是便邀请他和自己结伴行 笑笑正有此意 这荒山野岭的还真有些吓人 要是一个人还真不敢走 路过前面的小镇子 李甲雇了一辆马车 一路上他现笑笑走得十分慢 脸上还露出痛苦的表情 李甲估计 笑笑身体多半还没有恢复好 目前还很虚弱 二来就是大呼人家小姐 哪里走过这么多路呢 于是他一咬牙 就花钱雇了一辆马车 不用再走路 李甲整个人也轻松了许多 这才有了闲心 看看身边的张笑笑 这么一看 这张笑笑可真是个大美人啊 即便他现在板着一张脸 但是依旧不影响他的美丽 幸好自己将他救了过来 否则这么美丽的姑娘 稀里糊涂就下葬了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李甲不知道 此时笑笑内心正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自己平时健健康康的 昨天中午吃顿饭的功夫 就开始上土下泄 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关键是 父亲还那么快就将自己抬到了一桩 不行 自己必须赶紧回家 一定要当面问清楚 有了马车就是快 傍晚时分 两个人就进了城 李甲把张笑笑送到家门口 自己就回了饭馆干活去了 等到了打样之后 李甲才闲下来 这一晚上 他满脑子都是张笑笑的样子 长这么大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过 这么漂亮的姑娘 这也难怪 李甲也到了婚配的年纪了 李大哥在骂 李甲心里正想着张笑笑 笑笑就找上门了 分别的时候 李甲告诉笑笑 自己在饭馆干活 没想到还默几个时辰 他就来找自己了 笑笑 你已经见过你父亲了吗 事情问清楚了没有 李甲问他 哪知张笑笑摇了摇头 自己连家门都还没进去呢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笑笑刚到家门口 就看见管家鬼鬼祟祟的出来了 笑笑原本想上去喊他 哪知管家贼没熟眼的进了胡同 笑笑跟了上去 偷听到了他和另外一个人的谈话 今天晚上你再去一桩看看 不怕一万就怕万亿 管家说得很小声 另外一个人应了一声就走了 好在张笑笑躲得快 没被他们发现 这两个人说去一桩 看样子是冲着自己去的 但是看他们的贼头贼脑的样子 似乎不是在关心自己 那照此说来 自己昏迷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是自己这样贸然回家 一定会打草惊蛇 那样就永远也查不出来了 城里面除了父亲 唯一值得信任的也只有李贾了 就这样笑笑来到了饭馆 等到夜深人静 李贾带着笑笑来到了张府 这高门大院想要进去 还真有点难李贾试了好几次 也爬不上去 围着张府院墙外走了好几圈 也没发现能爬上去的地方 就在两人都失望的时候 墙根下钻出来一只小狗 李贾眼睛一亮 这片墙根草木茂盛 狗洞被遮挡住了 也因此没被家丁发现 要不然肯定早就堵上了 这样正好 两个人圈着身子 爱个钻了进去 李大哥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父亲房间里问个清楚 笑笑让李贾在院子里等着 自己则去了父亲房间里 那是父亲和小妾的卧室 笑笑生母几年前就过世了 去年父亲续贤又娶了一个 叫做妹娘 虽说是笑笑后娘 其实大不了自己几岁 原本指望着娶她以后 能给张家再生个一儿半女 不常想一年多了 也没个动静 父亲 父亲 笑笑进门就喊父亲 张员外看到女儿 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但是当女儿一把抱着自己 身上还有温度之时 这才反映过来 真的是自己女儿 她没死 父女俩抱头痛哭 可是一旁的妹娘 却吓得够枪 她还以为笑笑已经死了 和我没关系 不是我吓得毒 别来找我 妹娘吓得大哭 语无伦次地说着话 父女俩都惊呆了 什么下毒 张员外这才觉得事情蹊跷 一把拉住妹娘 大声质问她怎么回事 但是此时妹娘已经语无伦次了 开始乱喊乱叫 难道是你 张员外怒喝道 妹娘的大喊声引来了管家 管家走到老爷房间 看着妹娘的状态 也大致明白了些什么 吴管家先把她捆起来 明天再交给县令大人审问 张员外此刻已经怀疑 女儿的事情就是妹娘的阴谋 还莫等张员外反应过来 吴管家反而趁其不备 用绳子将笑笑妇女捆了起来 然后一巴掌扇醒妹娘 告诉她笑笑压根莫死 原来她傍晚就是不太放心 才让人去一桩查看的 果不其然 一桩里已经没有了笑笑的踪影 张笑笑也是责备自己疏忽 明明就是因为管家鬼鬼祟祟的行为 这才怀疑事情有蹊跷 怎么关键时刻却忽略了她 都怪妹娘刚才的那些话 让自己以为是她一人所为 从而疏忽了吴管家 吴管家现控制了局面 索性就说出了真相 原来妹娘是自己在外面的相好 为了霸占张家财产 她设计让老爷娶了妹娘 然后等到时机成熟 她再在笑笑饭里下毒 然后买通大夫 说这是瘟疫 必须及时送到一桩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笑笑这才明白过来 怪不得父亲那么急着 把她送进一桩了 实际成熟是什么意思 张员外质问道 管家现她这样问 于是走到妹娘身边 妹娘则一连笑意 然后用手轻轻摸了摸肚子 自然是她有了吴管家的骨肉了 真是机关算尽啊 只要孩子出生后 再找个机会 除掉张员外 那这个家的所有财产 自然都是张员外这个 一父子的 自然也就是管家和妹娘的了 现在知道这些都迟了 家里上上下下 都被管家控制住了 只怪自己当初太相信她 院里大事小情 都交给了她大理 这会儿院里的家丁 怕早都成了她的人了 李大哥 李大哥 快来帮我们 笑笑突然想起来 李家还在院中 说不定他可以帮助自己 可是喊了好几声 也没有人回应 管家笑了笑 这院子里的人 早就换成了自己心腹 谁还能来帮你们 大哥 不好了 县牙的牙医来了 一个家丁跑来报告 武管家 就在武管家还疑惑的时候 牙医已经冲进来了 控制了这里的一切 原来刚刚笑笑进房间的时候 李家就在外面听着的 里面的一切 他都听清楚了 当他看见武管家过来时 自己则赶紧躲了起来 后来发现事情不妙 他就赶紧跑去了县牙 报告给了县令 好在自己工作的饭馆里 来的都是城里的达官贵人 别说县令了 就算是知府 他也认识 县令自然也认识李家 又听李家说这是张家的事情 那就更不敢怠慢了 于是亲自率人赶了过来 现事情败露 武管家和妹娘也没时抹可说的了 只能承认自己的罪行 妹娘更是把武管家 其他不为人知的坏事都说了出来 最终两个人恶有恶报 经此一事 张笑笑和李家变得更加舒适 他还把自己在一桩如何被救的经过 说给父亲听 父亲觉得李家人不错 自己又只有这一个女儿 干脆就招他未婿 然后继承自己的家业 笑笑听父亲这样说 羞得小脸通红 其实自己早就心仪李家了 只是女孩子家说不出口罢了 妇女俩一拍即合 第二天张元买就派媒婆去找李家了 原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莫承想媒婆却板着个脸回来的 这种天大的好事换作是谁都不会拒绝 没承想李家听完媒婆的话 想都莫想就拒绝了 李大哥你是嫌弃我吗 张笑笑实在是钟情李家 现李家回绝了婚事 她干脆跑过来当年问清楚缘由 笑笑不是这样的 我当然也喜欢你 只是我现在只是个二掌柜 哪里配得上你 李家明白两人的身份地位 实在是太悬殊了 自己压根不敢高攀 笑笑压根不在乎 再说了结婚以后张家的家产 不就都是他们俩的了 可是李家就是不愿意 他不愿意从此以后 城里人都瞧不起他 笑笑压李家这模固执都快气哭了 自己又不在乎这些 他为何要被这些虚名所左右 这好办 李家从今以后这饭馆就是你的了 有了这饭馆你也就不算高攀 张大小姐了 此时饭馆的老板和掌柜的走了进来 将饭馆的钥匙和房契交给了李家 李家心里疑惑 这两个人搞什么鬼 这是戏弄自己吗 有人花重金帮你把饭馆盘下来了 饭馆老板献李家疑惑 于是道出了实情 原来这阵子有个神秘人非要买这个饭馆 最后开出十倍价格 老板终于动心了 于是就卖给了神秘人 神秘人始终没露面 只是托他把饭馆的钥匙和房契交给李家 以后这里就是李家的了 李家不敢接受 但是奈何神秘人始终没有露面 老板只能按照约定把钥匙硬塞给李家 然后自己就带着掌柜的离开了 李家接手饭馆后生意还是那么红火 只是和以往不同 李家与人未善 遇到以前那些落了难的老熟客 自己不仅不会赶他们走 还会接些银子帮他周转 对待街上的叫花子也是初一十五 就会诗周旧击 一年以后 李家的饭馆越开越大 而且在其他地方还开了几家分店 有了底气 他才终于鼓足勇气去张家提亲 迎娶了张笑笑为妻 只是他心里始终有个疑问 到底是谁出钱帮自己买下了饭馆 若是能见到他 自己不仅要还他钱 还要当面感谢他 正当李家为神秘人的事情犯愁时 饭馆门口进来一人 此人穿着十分华丽 走进来十分傲气 开口就说 有上等雅间吗 李家一看 这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富家一方 日后又落寞的孙伯连 没想到他现在又发达了 难不成这饭馆是他买下的 李家赶紧迎上去 一定要问个清楚 果然 这饭馆就是孙伯连买下的 当初自己落魄以后 饭馆的老板和掌柜将他赶出来 让他受尽屈辱 那时他就发誓 若有天能东山再起 一定要将饭馆买下来 这个钱我一定含你 这么大的恩情我不能要 李家听完赶紧说道 当年我落魄时 连亲戚都躲着不见我 你却收留了我半年 这份恩情难道不值得十个八个饭馆的价钱 原来当初孙伯连落魄后喜心革面 后来去了外地 重新开始 好在自己家世代卖药材未生 自己从这一行内东山再起 也没有那么难 加上运气好 这才没几年就又发达了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少女未婚产子 农夫将她娶进门 倒是你娶到宝了 这不是老李家那小子吗 咋抱个孩子回来了 嘿 您还不知道呢 这孩子是人家从山里捡回来的 听说呀 还是个媚娘的孩子 哟 这事可新鲜了 老李头家那小子 平时连个姑娘的手都抹拉过 咋就突然捡了个孩子回来呢 村头的大槐树下 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 正围着李二牛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李二牛憨厚地笑着 也不反驳 只是低头看着自己怀里那个睡的 正像的小丫头 眼里满是温柔 这事啊 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那天李二牛像往常一样 扛着锄头去山里开荒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音儿的哭声 那声音又细又弱 像是随时都会断气而湿的 李二牛心力一紧 赶紧放下锄头 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默一会儿 他就看到一棵大树下 躺着一个用破布包裹着的小婴儿 那孩子小脸冻得通红 哭声都嘶哑了 李二牛心疼得不行 赶紧把孩子抱在怀里 用自己的衣服裹住他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咋这么狠心扔在这儿呢 李二牛一边嘟囔着 一边在四周找了找 希望能找到孩子的家人 可是找了一圈 啥也没发现 无奈之下 李二牛只好先把孩子抱回家 一进门 就把正在做饭的老娘吓了一跳 二啊 你这是从哪弄来个孩子啊 老娘惊讶地问 李二牛把事情经过一说 老娘就叹了口气 哎 这孩子也是可怜 咱家虽然不富裕 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就先养着吧 说不定哪天他家人就来找了 就这样 李二牛家里就多了一个小丫头 她给孩子取名叫小花 每天抱着她 哄着她 比对自己的亲闺女还亲 村里人献了 都笑话她 老里头家那小子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自己还没娶媳妇呢 就先当爹了 李二牛听了也不生气 只是笑笑说 这孩子跟我有缘 我就是要养着她 时间一长 村里人也就不再笑话她了 反而都夸她是个好心人 小花在李二牛的照顾下 也长得白白胖胖的 十分可爱 转眼间 小花就三岁了 这天 李二牛带着她去山里玩 走到一片树林子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像是风声 又像是哭声 听得人心里直发毛 李二牛赶紧抱住小花 警惕地四处张望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道袍的老道士 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那倒是须发揭摆 一脸先锋道骨的样子 无量天尊 贫道云游至此 献此地有妖气缭绕 特来查看 不知施主可曾见过什么异常之事 道士问李二牛 李二牛一听 心里咯噔一下 赶紧把遇到小花的事情说了出来 道士听完 皱了皱眉 然后让李二牛把小花叫过来 小花一现道士 救下的往李二牛怀里躲 道士健壮微微一笑 从怀里掏出一颗糖碗 递给小花 小花现了糖碗 眼睛一亮 伸手就接了过来 道士趁机拉住小花的小手 仔细看了看她的掌心 这一看 道士的脸色就变了 他转头对李二牛说 施主啊 你可知这孩子的来历 李二牛摇了摇头 说 不知道 我是在山里捡到他的 道士叹了口气 说 这孩子不是凡人 他是 爱 罢了罢了 贫道也不满你了 这孩子乃是一只修炼千年的狐妖所画 只因他修炼时误入歧途 被天雷所伤 才被迫化为人性 逃到这山里来 你与他有缘 救了他一命 他也因此对你心生感激 愿意留在你身边 报答你的恩情 李二牛一听 吓得差点 莫把手里的小花扔出去 他结结巴巴的说 道士 你可别吓唬我 小花他 他咋会是狐妖呢 道士拍了拍 李二牛的肩膀 说 施主莫怕 这狐妖虽然出身妖界 但心性纯良 并无恶意 他留在你身边 不仅不会害你 还会给你带来好运 你瞧 自从他来了之后 你家的日子 是不是越过越好了 李二牛想了想 觉得道士 说的也有道理 自从有了小花 他家的收场 确实比以前好了不少 连老娘的身体 也硬朗了许多 道士信李二牛信了 又说 不过这狐妖的身份 若是被外人知晓 恐怕会引来 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 贫道建议你 还是尽快给他找个媳妇 让他成家立业 也好掩人耳目 李二牛一听 犯了难 我这穷小子一个 哪有姑娘愿意嫁给我呀 道士笑了笑 说 这事包在我身上 贫道游历四方 结识了不少欺人一事 我给你写封信 你拿着这信去镇上找一位姓赵的媒婆 她看了信 自然会帮你物色一个好姑娘 说完 道士从怀里掏出纸笔 写了一封信 交给李二牛 李二牛千恩万谢的接过信 决定明天就去镇上试试 第二天一大早 李二牛就带着小花去了镇上 按照道士给的地址 找到了赵媒婆 赵媒婆一看信 眼睛就亮了 她拉着李二牛的手 热情地说 哎呀 李兄弟呀 你可真是走运了 我这儿啊 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姑娘 她呀 长得漂亮 又能干 保准你看一眼就喜欢上 李二牛一听 心里乐开了花 她跟着赵媒婆 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 见到了那位姑娘 那姑娘名叫翠花 长得果然如花似玉 十分动人 翠花一现 李二牛就羞红了脸 她低着头 小声地说 我愿意嫁给李大哥 李二牛一听 高兴得差点磨蹦起来 她拉着翠花的手 说 翠花呀 你真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就这样 李二牛和翠花的婚事 很快就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 两人就拜堂成亲了 村里人都来祝贺 热闹非凡 新婚之夜 李二牛看着眼前的娇妻 心里美得不行 她抱着翠花 说翠花呀 你真是我的福星 自从有了你和小花 我家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翠花听了 娇羞地说 李大哥 你别这么说 能嫁给你 也是我的福气 以后啊 咱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把小花也养得白白胖胖的 两人说完就相拥而眠了 可是好景不长 婚后末多久 翠花就发现自己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她心里着急 就去找村里的老中医看了看 老中医把了把脉 摇了摇头说 你这身子骨儿啊 怕是很难有孕了 翠花一听 心如刀脚 她回到家 抱着小花哭了起来 李二牛羡了 赶紧安慰她 翠花呀 你别哭了 没有孩子也没关系啊 咱们有小花就够了 再说 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没希望了 咱再去找找别的大夫看看嘛 翠花听了李二牛的话 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 她擦浅眼泪 决定再去找找别的办法 这天翠花正在家里做家务 突然听到门外传了一阵吵闹声 她走出去一看 只见一个衣衫褛褛的老妇人 正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吵着架 那老妇人手里拿着一个破碗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醒醒好吧 丢点吃的吧 村里的妇女们都不愿意搭理她 纷纷躲开了 翠花现了 心声怜悯 就走过去 从厨房里拿了一个馒头 递给老妇人 老妇人接过馒头 感激地说 多谢姑娘啊 你真是好心人 翠花笑了笑 说 没啥 您慢点吃 老妇人吃完馒头 看着翠花 突然说 姑娘啊 我看你面带愁容 是不是有啥心事啊 翠花一听 心里一惊 她没想到 这老妇人 竟然能看出她的心事来 于是 她就把自己 不能声誉的事情 说了出来 老妇人听了 叹了口气说 这事啊 我能帮你 翠花一听 眼睛就亮了 真的吗 您有啥办法呀 老妇人神秘地说 我乃是一位隐居多年的老巫婆 专制各种疑难杂症 你跟我来 我给你开个方子 保证你能怀上孩子 翠花一听 半信半疑 但想到自己不能生育的痛苦 她还是决定 跟着老妇人去试试 老妇人带着翠花 来到一片荒地里 指着一颗奇怪的植物说 这就是 我要给你开的方子 你把她挖出来 带回去熬成汤喝下去 不出一个月 你就能怀上孩子了 翠花一听 赶紧按照老妇人的吩咐 把那颗植物挖了出来 回到家后 她就迫不及待地熬成了汤 喝了下去 果然 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肚子 转眼间十个月就过去了 这一天 翠花突然觉得肚子疼得厉害 李二牛一看 知道这是药生了 赶紧找来了村里的吻婆 吻婆一看翠花的情况 就说 这是药生了 你赶紧准备准备吧 李二牛一听 赶紧去找来了热水 剪刀 棉布等东西 然后她就站在门外 焦急地挡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屋里传来了翠花一阵阵的身影声 李二牛听得心里直痒痒 恨不得自己能替翠花生孩子 终于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吻婆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抱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婴儿 对李二牛说 恭喜呀 是个大胖小子 李二牛一听 高兴得差点没晕过去 她借过孩子 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 心里美得不行 可是 就在这时 吻婆却突然脸色一变 对李二牛说 不过这孩子有点奇怪 李二牛一听 心里咯噔一下 赶紧问 咋奇怪了 吻婆指了指孩子的眼睛 说 你看他的眼睛 咋是蓝色的呢 李二牛一听 吓得差点把孩子扔出去 他仔细看了看孩子的眼睛 果然发现 他们是蓝色的 就像两颗蓝宝石一样 这 这是咋回事啊 李二牛结结巴巴地问 吻婆摇了摇头 说 我也不知道 这种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 你也别太担心 说不定过几天就好了 李二牛听了 吻婆的话 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 她抱着孩子回到屋里 吻婆一看 孩子眼睛是蓝色的 也吓得不行 两人商量一下 决定先观察一下 看看情况再说 可是 接下来的几天里 孩子的眼睛不仅没有变好 反而越来越蓝了 而且 孩子还总是哭个不停 怎么哄都哄不好 李二牛和翠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带着孩子去看了好几个大夫 可那些大夫都摇头晃脑地说 没陷过这种情况 治不了 这天 李二牛正在家里发愁呢 突然听到门外 传来一阵敲门声 他打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穿着道袍的道士 站在门口 那道士正是当初告诉他 小花是狐妖的那位 无量天尊 贫道云游之词 献贵府上空 妖气缭绕 特来查看 道士说 李二牛一听 赶紧把道士请进了屋里 然后把孩子眼睛变蓝的事情说了出来 道士听了 皱了皱眉 然后走到孩子跟前 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 这一看 道士的脸色就变了 他转头对李二牛说 施主啊 你这孩子是妖孽转施啊 李二牛一听 吓得差点没昏过去 他结结巴巴地说 道士 你可别吓唬我 这孩子可是我亲生的呀 道士叹了口气 说 施主莫怕 听我慢慢道来 这孩子之所以眼睛变蓝 是因为他体内有妖气 而这妖气 正是来自他母亲翠花 啥 来自翠花 李二牛惊讶地问 道士点了点头 说 没错 翠花之前服用的那颗植物 其实并不是什么治病的良药 而是一颗腰草 这腰草能让人怀孕 但怀上的却是腰胎 所以 你这孩子才会眼睛变蓝 呼闹不止 李二牛一听 心里五味杂沉 他既担心孩子的安危 又害怕翠花被当成妖怪 道士健壮安慰他说 施主莫及 贫道既然来了 自然会帮你解决此事 说完 道士从怀里掏出一颗黄色的药丸 递给李二牛说 你把这颗药丸给翠花服下 他体内的妖气自然会散去 至于这孩子嘛 等他长大了 自然也会恢复正常 李二牛听了道士的话 半信半疑 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毕竟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他拿着药丸回到屋里 给翠花扶了下去 拖一会儿 翠花就昏睡了过去 而孩子呢 也停止了哭闹 安静地睡住了 李二牛看着熟睡的妻儿 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 他希望道士说的是真的 希望翠花和孩子都能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 翠花就醒了过来 他看了看自己的孩子 发现他的眼睛已经恢复正常了 他高兴得不行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二牛 李二牛一听 也高兴地跳了起来 他抱着孩子 亲了又亲 嘴里不停地喊着 我的宝贝啊 你可把老子吓坏了 翠花看着李二牛的样子 心里也充满了感激 他知道 这次能化险位移 全靠那位道士的帮忙 于是他就对李二牛说 咱们得好好谢谢那位道士啊 李二牛点了点头 说 没错 等孩子满月了 咱就去镇上买些好酒好菜 去感谢他老人家 就这样 一家人又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孩子也一天天长大 变得越来越可爱 村里人都说 这李二牛啊 真是有福气 娶了个漂亮媳妇 又生了个大胖小子 可是 好景不长 这天 村里突然来了一群陌生人 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 脸上戴着面具 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枪剑机 村民们一看着架势 吓得纷纷躲进了屋里 李二牛也赶紧关上大门 把妻儿护在身后 你们是谁 来这儿干啥 李二牛壮着胆子问 那群陌生人并不答话 只是挥舞着手中的兵器 向李二牛家冲了过来 李二牛一看 吓得赶紧拿起锄头迎战 可是 他哪身那些人的对手啊 没几下就被打翻在地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狂风打坐 只见一道金光从天上射了下来 把那些陌生人都定在了原地 李二牛一看 惊讶地发现 那金光正是来自小花 只见他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小花 你这是咋了 李二牛惊讶地问 小花并不答话 只是走到那些陌生人跟前挥了挥手 那些人就像被定身了一样 纷纷倒在了地上 李二牛看得目瞪口呆 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就在这时 小花突然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对他说 李大哥 谢谢你救了我 我是狐妖小花 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我愿意以身相许 李二牛一听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他没想到 自己当年在山里捡到的那个小女孩 竟然真的是个狐妖 小花献李二牛不说话 以为他不愿意 于是他就伤心地说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就走吧 说完 小花就要转身离开 李二牛一看 赶紧拉住他的手说 小花 我愿意 我愿意娶你 小花一听 高兴地跳了起来 他扑进李二牛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了他 就这样 李二牛和小花成了夫妻 而翠花呢 也并没有因此生气 他知道 小花是为了报答李二牛的恩情 才这样做的 而且 他也觉得 小花是个好人 愿意和他一起分享李二牛的爱 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 他们并不知道 这场风波并没有真正结束 那些黑衣人的背后 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这天李二牛正在田里干活呢 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他抬起头一看 只见村里的几个年轻人 正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 二牛哥 不好了 不好了 村里出大事了 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说 李二牛一听 心里咯噔一下 赶紧问 出啥事了 年轻人说 村头的大槐树突然倒了 把好几家的房子都砸他了 而且 还从树底下挖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啥东西 李二牛惊讶地问 年轻人说 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 反正看着挺吓人的 你赶紧去看看吧 李二牛一听 赶紧扔下锄头 跟着年轻人来到了村头 只见大槐树果然倒了 把好几家的房子都砸得稀巴烂 而树底下呢 则挖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黑洞里面还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村民们都围在那儿看热闹呢 谁也不敢靠近那个黑洞 李二牛走上前一看 只见黑洞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动 他壮着胆子 拿起一根树枝 小心翼翼地捅了筒 这一筒可不得了 只见从黑洞里面突然窜出一道黑影 直奔李二牛而来 李二牛下的大喊一声 妈呀 然后撒腿就跑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